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真的是 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很值得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重... 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很厲害 就是我覺得它重播的功能很厲害 就是我可以這樣子拉著我的時間走 非常滑順去瀏覽我的影片 所以我可能前面roll了一個30秒的空的東西 那我從30秒開始我就可以很快速的... 那我覺得它的播放程 那我覺得它... 那我覺得重播的這個功能 我覺得它... 所以你拍 還有另外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就是它重播的功能 就是它...你拍完一個片段嘛 那你要重播 它這些時間軸真的是非常非常滑順 像是你在拍片的時候 可能前面有一個30秒的空段 那我覺得它的重播的介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滑順 它的時間軸真的是超級滑順 你...就是... 那我覺得它重播了... 那我覺得它重播了... 那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棒的 就是它重播的方式非常非常滑順 非常非常的流暢 也很直覺啦 你這個時間軸就可以直接這樣子拉 然後你要放大說 想要去檢查一些東西 非常快速 你像是你拍片 你可能前面有一個30秒的一個空的... 沒有任何東西的東西 那你可以直接就很快的跳到30秒之後 開始繼續播放之類的 這種很快很快的瀏覽 或者是你要... 稍微... 有點像模擬慢動作嘛 你也可以這樣子很快的去拉著時間走去瀏覽 所以你跟著客戶或者是你的同伴 一起在看你的影像的時候 很多細節 你可以很快速的去拉到你想要看的地方 這是... 其他相機品牌比較難辦到的 第一個就是它一樣螢幕太小 第二個就是它的這個介面 我覺得沒有設計這麼好 這真的是爆炸方便 真的是太讚了 像你要... 像你要加上LOT 剪掉LOT 像是你要加LOT 剪掉LOT 然後曝光一些資訊 這些任何的功能 你都可以在瀏覽的時候打開 你看微色彩也可以開 你很多的工具 就是像是外面監看螢幕 那些增加的工具 你不用另外買螢幕了 你直接內進相機 全部的功能都在裡面 真的是超讚的